当今大马读者票选十大新闻出炉 安华任相成为十大新闻之首 接着是纳奇入狱和罗斯玛岁城 当今大马2904名读者为25个议题打分 结果安华当上马来西亚第十任首相成为十大新闻之首 共争党主席安华在1998年被割除副首相职位和入狱 经过24年跌宕起伏 最终在第15届大选后和政治素敌巫统联手 才如愿当上马来西亚首相 尽管在国会下议院顺利通过新人动议和民理裁案 但是安华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 他所领导的团结政府还得面对各种挑战 包括明年1月中的巫统大会 2023年财政预算案提成 还有六周周选 十大新闻第二名则是前手下纳吉入狱和夫人罗斯玛罪名成立 纳吉在SRC国际公司案终审罪成 并在8月23号服刑 入狱12年即交付2亿1000万令吉的罚款 如果无法交付罚款 则将多加5年监禁 纳吉还有另外四宗案件正在审理 包括一马公司案 篡改一马公司机潮报告案等等 纳吉入狱一个星期后 新龙坡高庭裁定 罗斯玛在沙拉越学校太阳能电工5遍案中 所汇和收汇罪名成立 罗斯玛被判坐牢10年 罚款9亿7000万令吉 但是罗斯玛提出上诉 法官允许暂缓刑罚 当今大马读者票选十大新闻 还有哪些 这些事件对马来西亚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敬请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 了解更多内容